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 如何拿一件衣服制作成环保袋 材料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拿我们家中里面不要穿的衣服 我们可以拿来 以至少你把他的衣服传送给人 或者是说你很舍不得把衣服丢掉 我们可以把它来制作一件环保袋 如何制作呢? 我们的材料很简单 就是一件衣服 还有一把剪刀 方法很简单 我就教大家剪哪里 就是剪我们的上领这边 圆领 剪成一个洞 当然剪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哈 不要剪到自己的手哈 好 过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衣服的两个袖剪掉 好 完成 再来一边 大家只要把你找家中的最粒的剪刀来剪就好了哈 还有呢 过后呢 我们剪完两个袖的话 过后我们就剪尾端 尾端呢 我们就倒转我们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们就剪这个尾端的衣服 剪成一个须一个须 因为呢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把它绑在一起 我们大概大概剪的时候 也不要剪太小 也不要剪太大 就是刚刚好 然后呢 旁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它剪旁边的时候 就这样子剪起来 把它旁边 OK 等一下要绑的时候 比较容易绑 好 剪完了过后呢 我们就互相的再绑一次 我们要这样子做呢 就是把这个整个衣服 我们先倒转回来 OK 我们倒转回来呢 刚才 我们就把它放平哈 OK 然后 我们就把它打结 打死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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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每一个呢 都打死结 绑死结 绑了过后呢 我们就互相的再绑一次 再绑一次 再绑一次 好 要绑得很紧哦 就是要尽量的打死结 绑了很紧 然后我们再来互相的 刚才打了过后嘛 我们就再来绑对方 就是说把它绑起来 就是要确保每一个都是很紧的 每一个先绑起来先 我们要找到绑完为止 你看 我们要做完咯 很快的咯 就可以制作完了 我们就算说呢 找不到呢 我们可以互相绑来绑去 只要确保 你的这个 的 每一个呢 你都要绑紧就好了 你平时呢 做完了 你可以多制作几个 然后呢 它是非常容易 我们又不用去 我们平时在那个超级市场的那种 环保袋啊 我们这个又堆了很多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制作 制作自己的 独特的 环保袋 在身边 OK 确保每一个呢 要绑 如果 觉得说 诶 我这个不是很紧 我又再可以 打死结 确保每一个都有绑紧 所以 每一个你看 你觉得说 诶 是否怀有漏洞吗 没有的话 如果觉得说 诶 还是有点松松的 我们就再互相绑紧它 就是 确保要绑紧哦 嗯 大致上都 绑紧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绑好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整个 衣服 又再倒转了 然后呢 刚才 我们不是剪了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 可以那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要装的东西 放在里边 哦 我们放在里边 哎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买的东西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这个 袋袋里边 你看 它是不是很稳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带到身边咯 就是这样子简单 拯救地球 做环保 是你 我的责任哦 好 谢谢大家 拜拜